好,那上礼拜我们已经讲了一部分的自然语言处理 那自然语言处理,我们上礼拜主要讲了几个东西 第一个是,Eliza是上上礼拜讲 就是交谈系统,可以跟你聊天的那个程式 那当然最后你会发现他其实是在骗你 他并不是很了解你说什么 但是他只是比对到某些字,就回答某些句子 那这样子的做法当然离自然语言理解是很远 那上礼拜我们又讲了一个叫Bestball的棒球问答系统 那这个就是Chomsky所提出来的 那他只能针对棒球的比赛记录做回答 那这种方式呢,感觉有比较深入一点去理解 但是呢,他的范围线说的很窄 只针对棒球记录 那其他的他都不管 所以这个大概就是目前自然语言处理能够做到的两件事情 第一个,他可以回答你很广泛的问题 但是事实上他并不了解 了解得很浅 或者是你可以说他不了解或了解得很浅 那第二个他可以回答你深入的问题 但是事实上那个领域要受限的很很小 OK,很小 像比如说也有人是回答那种排积木的问题 他就给你几块积木 然后他就专门只回答跟那几块积木有关的问题 OK,那这样也有可能 但是,而且当你下指令的时候 比如说把方的积木放到三角形的积木上面 他还去做了一个机器人真的去这样放 但是这种你会发现说他了解的其实是很浅 那或者是领域很小,范围很小 那目前大概只能做到这样子 那真正的自然语言的处理呢 比较,目前比较多的 像能够技术比较成熟的 像比如说断词之类的 这技术是比较成熟的 那但是呢,他的用途就并不是很多 很强 那真正 技术 怎么讲 就比较深,比较困难的问题 那那种问题通常就解得不好 那像Siri Siri那个语音问答系统 苹果电脑上面的那个iPad上面的那个iPhone 那那个就还不错 那但是事实上它是受限领域 而且受限的很小 就是针对你要求Siri 要么开个地图 要么开个网页 要么显示什么记录 就这些很限缩的问题 是目前可以做得到 那这方面慢慢也有一些商业应用 那如果你要继续往自然语言处理 去做比较深入的研究 你就必须要有一些研究资源 那这些资源要怎么取得呢 这会是一个 你会发现说 如果你今天是研究生 OK 那你就非常迫切的需要这种资源 那在场应该有几位同学已经考上研究所 至少 至少这一龄考上研究所了 还有没有其他同学有考上研究所 或者你有去考 没有 其他同学没有 我们学校考研究所的一直不赚很多 那或许 或许我们给各位的观念 也会导致各位比较少去考研究所 因为有很多同学跑来问我的时候 我会跟他讲说 现在 要不要念研究所是看你想不想做研究 而不是 因为研究所可以让你薪水多三千块 当我这样跟他讲之后 很多人就打退堂鼓就不搞 或许吧 我所讲的是我的观念上的想法 因为真的 因为真的 真的现在学历的价值是贬值的 甚至你不应该念大学 但是 但是我们都还是来念的大学 那 但是你来念的大学里 有一个 有一个 就是说你知道为什么来 我就是想来 那我来 那而不是说 我来念大学是因为 这样才找得到工作 那 我觉得这样就不是很好 那 这里其实一直有一个问题 像 前两天我在看 我在看一个 一个东西 就是天下杂志最近 有一期 他在出那个 日本的教育改革 那 他们在讲 日本现在的教育改革 他们的 很多 有十分之一的中小学 他们已经改变上课方式 不再是各位坐在下面听讲 然后我们在上面讲 他觉得这样根本就没效 那什么样的方式呢 他们改变了 老师根本就不讲课 或很少讲课 有时候讲课 但是呢 主要是 学生都是 从小学开始就这样 学生都是 以 project 专案为主的方式 在学东西 那一组四个人 这样 然后上课的时候呢 他们不是看着老师 上课的时候 他们就做自己的事 OK 那当然 这个 我觉得在我们这边 根本没办法实施 第一个 就是我们要先更改教师的配置 那第二个是 他们大学好像还不敢这样做 所以 那个 适用于小学 国中高中的 能不能适用于大学 不知道 第三个就是 他说要做就要全校全国一起做 不然的话呢 就是 你只有一个老师做这样子 其实是做不起来 他们也 失败过几千次 然后后来 找到一个方法 有一所学校 做得很不错 叫什么 宾之乡 国小 然后来就慢慢推广 就变成现在全日本有十分之一的学校 开始这样做 好 那 所以不管这种方式怎么样 但是 我觉得 有必要各位要对你的学历重新去 去想一下 到底你学 就是上学的目的是什么 这是一个一直没有办法解答的问题 好 那我们看一下 如果你要做进一步的研究 也就是说 比如说你今天你考去教大 像房子里那样 或者是你考考去一个学校 那个你就是要去做自然语言处理的这个领域 那你就会发现说 OK 我面对的是一个 我根本不知道该从何下手的方式 那第一个就是 这本书我觉得可以帮助一些人 第二个是 这些资源如果你知道的话 那你就比较容易入手 像WordNet WordNet 我给各位看一下 好 那这是一个 已经做了很久 在那个普林斯顿大学 那普林斯顿大学 其实是一个 非常著名的大学 为什么 爱因斯坦最后就是在普林斯顿 他这所大学呢 我印象中是没有大学部的 没有大学部的大学 是 全部都是研究所以上 那 那 UseWordNetOnline 你就可以从这边去查 那他也可以整个WordNet下载 那随便选一个 搜寻一下 你就会看到所有有妈的这个字的词都会跑出来 那这里 它这个词典的编法 它是把整个词汇网路 通通都建起来 然后每一个词跟另外一个词之间的关系 通通都建起来 所以这里 这是一本 算是在英语体系里面非常非常著名的一个词典 那 如果你要做这方面 英语方面的自然语的研究 通常你会用到这个词典 那第二个是像Cedict 我们之前已经有下载过了 所以这个在中文里面 你就可以用 那另外像 我记得我在中文院的时候 还有像大陆有一个学者叫董正东 那他就释出了一个叫HowNet 但是后来我发现HowNet好像已经不在网路上 我就觉得蛮可惜 HowNet它应该有在网路上 但是他可不可以下载 我之前记得要去下载 好像没办法了 看一下现在可不可以下载 OK HowNet 2016 或许可以哦 Greed 可以耶 这个HowNet 那他现在呢 还是可以下载的 Greed 但是呢 要填单子 然后才可以下载 哇要填这么多栏位 好 有兴趣的去填好了 那 这个还要填电话 这个我就不填了 所以有一些资源 有一些资源 或许通常只有研究的人才会知道 那这边我们最后给各位想一想一个题目 如果各位做得出来在期末 就是期末 我们打分数之前你做得出来 那赶快给我 总成绩10分 你做得出来就加10分 OK 就是请你写一个程式来理解小学数学的句子 然后自动计算出小学数学问题的答案 OK 这边是几个题目 小针有5颗苹果 吃掉2颗 剩下7颗 那你最后的答案要是3颗 OK 9根骨头分给小花3根 还有几根 那最后答案是6根 那5个人排队等公车 又来了3个人 一共有几个人在排队等公车 答案当然是8个人 像这样的问题 就是小学生 大概12年级 23年级 会在学的 那你的输入呢 就是这些句子 一句 然后呢输出就是一个你的答案 那当然你里面就要去了解 到底是谁有什么东西 又给了谁多少东西 然后又少了多少 然后多了多少 最后呢 他问你 总共多少的时候 你要知道到底是 他问的是谁有多少 然后你把你计算的结果 丢出来 那这个问题呢 可以做得不错 这个问题在我之前在中文院当助理的时候 我们有另外一位同事 他就在做这个问题 那后来他做得还不错 几乎小学程度的这种问题 还没有到几何的那种 就是纯粹是加法 加法乘法 的这部分 他都可以做得出来 那你可以想想看 以我们之前所教的那些 我要做这个要怎么做 那这是一个 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可以当喜题的东西 那今天 接下来的主题 我们就要看机器翻译 但是今天我还没有写 真正的翻译程式给各位 不过之前其实我有用Java 或者是JavaScript之类的去写 那下礼拜我可能给各位一个 C元的版本 做简单的翻译 好 那机器翻译就是 各位用Google Google Translate 就是Google翻译的时候 就会用到 那当然各位一定知道 机器翻译现在做不好 全世界没有人做得好 如果你做得很好 那你应该做几件事 如果你可以把机器翻译 做得很好 那你应该去 马上先发表 OK 那 做成产品 然后呢 募集资金 准备上市 OK 如果你可以做得很好 机器翻译东西 可以做得很好 你绝对足以成为一家上市公司 而且最好是在纳斯达克上市 直接去矽股 矽股募款 找人投资 这个东西做得好的话 会有很大的效用 就是 比如说你今天手机 你如果做得好 OK 那我讲 讲中文的时候呢 它就可以翻成英文 我搜寻的网页呢 我直接不用学英文 我看到的就全中文 当然Google Google的翻译也有做到这样 但是问题是你看到的全中文你看不懂 或者觉得很烂 那不行 你要觉得 翻过来之后品质是很好的 那你看到的全中文 那你根本就不用学英文 再来你应该去做什么 如果你机器翻译做得好的话 你应该结合语音辨识 然后呢 去做装置 迁入式的 随身吸赖的装置 翻译型耳机 OK 同步口译耳机 OK 你只要机器翻译能做得好 现在语音辨识其实也很强 机器翻译如果你能又做得好 你只要带一个同步口译耳机 那 声音进来之后呢 它直接同步口译成中文 给你听 英文就翻成中文 你自己设定模式 我到底要接收的英文还是中文 还是什么文 然后就马上听到 你跟外国人做生意 你讲中文 他讲英文 完全可以沟通 每个人带一个这个耳机就可以了 OK 那当然 同步口译麦克风 把这一支里面加个晶片 把你的程式放进去 同步口译麦克风 如果你做得好 绝对可以做这些装置出来 那 那你或许有机会 可以干掉苹果电脑 变成全世界最大的电脑公司 当然这个 这个 这个有点梦幻 什么东西要做的百分之百好 那是非常非常困难 好 那再来 机器翻译它牵涉到自然语言理解 就是我们这本书所要讲的 但是 我们这本书除了讲自然语言理解 还会讲标记语言啊 或者是程式语言 但是最后呢 还是回到自然语言这一个 比较难的主题上面 好 那 这个 基本上 这个问题真的不是目前科学技术所能解决的问题 所以才要做研究 那 研究 通常就是 就是 做梦 做梦 然后呢 你把那个梦变成真的 好 但是 说这样子 其实是有点 有点 太过头 因为事实上 真正 真正会做研究的人 不会做这种 做梦型的题目 你做这种 做梦型的题目 就是让自己死定而已 好 那 真正做研究型的题目 你是 往往是 一开始 企图心不会很大 你 一开始 企图心太大的那种 通常会阵亡 不然你就会得诺贝尔奖 那 阵亡的比较多 还是得诺贝尔奖的比较多 想一想也知道 OK 所以一开始企图心很大的那种 通常会阵亡 1000个可能999个以上都阵亡 所以 这边是在告诉 那个准研究生一件事情 为什么之前 很多人在说 做研究要从小处找手 就是这样 因为你从大处找手 就是 就是要做那种梦幻型的研究 就容易阵亡 那也不是没有人成功过 像最近那个山中生米 就很成功 山中生米 因为 它把 把一般的细胞 居然还原成干细胞了 所以就很成功 那 但是那种研究 往往阵亡率是很高的 非常非常高 好 那 所以 所以呢 如果你要做这方面的研究 你可能 要挑小一点的题目来做 挑 可行性高一点的 那而且呢 最好是专攻一个点 研究 你千万不要想说 我们做研究是要 包山包海 那就死定了 研究不是这样做的 研究是专攻一个点 这个点最好小到看不到 那你就可以 深入到非常深的地步 OK 好 所以呢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回到机器翻译这个主题 那之前我们做机器翻译的时候 往往会采用 规则式 然后把固定的语法规则写上去 然后去做比对 比对完之后呢 再去做文法的翻译 那像这样子做规则式的 的翻译 但是 网路出来越来越多资料之后 就发现说 机器翻译其实应该可以用统计式的 那之前不用统计式的不是因为 不是因为 技术做不到 而是因为没有那么多文章 而且要双语的 中英对照的文章不容易找 现在中英对照的文章不会太难找 举个例子好了 你把维基百科拿出来 维基百科里面有各国语言 每一篇文章很多都是翻译过来的 问题是你有没有办法写一个程式 把它文章里面的句子 中文跟英文给对起来 如果你有办法写一个程式把它对起来 那你就可以用来做统计训练 后面才有办法做统计式的翻译 OK 所以如果你今天要做语言 机器翻译上面的研究 这是一个很好的题目 维基百科当输入 抓下维基百科中文版的所有语料 和英文版的所有语料 写个程式 把每一篇中文和英文的语句给alignment 就是对起 OK 那如果你做得到这件事情 这个绝对可以发表一篇很好的论文 OK 那先看到这里 我们先休息一下 下一堂课再来看 然后最近置一下 我们差不多3分钟 费用arted习近却 那时间就麻烦了